我们继续下一站幸福的这个系列 今天来到第四堂了 我们会讲过第一堂是Introduction 之后的七堂是人生七个不同的层面 来说怎样下一站能够行得更加的幸福 今天第四堂我们选一个层面 也是很重要的层面 下一站是否行得幸福呢 这个层面就起了决定性的一个影响 这个层面是什么呢?就是我们的心思意念 我们想法的方式 我们如何去思考问题 我们想法的方式占了我们人生很大部分 所以今天我们来探讨 如何在这方面调整一下我们的心思意念 让我们下一站就会走出一个不一样的路 今天我会从三点跟大家分享 第一点就是我们来谈一谈 为什么调教自己的意念会是一件这么重要的事情呢? 就是它的重要性在哪里呢? 大部分的人都觉得影响我们下一站是否行得幸福 是我们的环境 是我们的祭遇 是在我们身边发生的事情 让我们决定我们是否开心 或者是否幸福 当然基督徒也不例外 所以很多基督徒信主之后 我发现我们很多时候的祈祷都是求神 帮助我们去改变我们生活中某些的环境 这个祈祷本身是没错的 神也都很愿意听 很多时候很多人分享见证 也都让我们相信神是很愿意为我们 改变我们生活中某些的环境 无论是病得医治 无论是你很不喜欢这份工 神帮你找一份新的工 或者有时我们人制关系搞到一塌糊涂 你祈祷神不如改变他 有时神也会听 有些人可能对你很差 你祈祷之后 过了两个星期 他对你的态度改观 这些就是神的恩殿 至于神如何改变我们的环境 过往讲过很多 今天暂且不提这一方面的真理 我们提另外一方面 神不但关心我们的环境 关心每一件发生在我们身上的事情 神更加关心的是我们内心的环境 我们内在的环境 我们心里面的内在的世界 不只是关心那件发生的事 而是神也都关心那件事发生之后 你是怎么看那件事的呢 你对那件事有什么看法 有什么解读 因为有时不只是那件事 而是你对那件事的看法 影响你是否觉得开心 还是不开心 据个例子 买菜 下班经过超市买菜 是我很喜欢做的事 对我来说是减压 因为去到一个地方 发觉你被食物包围 感觉很幸福 但最近在买菜方面 我就出了一点点问题 就是经常买一些烂的菜回家 买回家看烂了不能吃 当然这个是小问题 最多是蚀几元美金 而且我家来超市 有这么近几分钟的车 大不了再买过 但是这个小问题 它有造成Shirley 情绪上很大的困扰 为什么呢 因为她对买了一包烂的菜 这件事 她有一个很独特的见解 她的见解就是 因为你不爱这个家 你不关心这个家 如果你爱这个家 你关心这个家 你买菜的时候 就会很小心 很用心地去买 但不至于买到一包烂的菜 这个就是背后的邏輯思维 所以她觉得很不开心 原先只是一件小事 买了一包烂的菜 但不爱家就是死罪 如果你不知道 原先买了一包烂的菜 最多都是民事诉讼 但现在因为她觉得你不爱家 所以突然间就升温 变成刑事犯罪了 有可能被判终身监禁 而且剥夺买菜 权利终身 以后不让你买菜 很多时候我们夫妻吵架 或者人際冲突 都是这样发生的 不是因为那件事大不了 而是一件事发生 双方对这件事有个不同的看法 有个不同的见解 以至于我们觉得 哇 这件事是大事 很多时候人生就是这样 往往不是那些发生的事 让我们觉得开心或者不开心 而是发生了那件事之后 你怎样去想那件事 你对那件事有个什么看法 是那个看法决定 我们有多不开心或者有多开心 所以也都是为何神不单只看重我们的环境 也都看重我们的心思意念 为何调整心思意念这么重要 因为很多时候我们改变不了环境 也都操控不了环境 但是我们永远可以改变 调整我们对环境的看法 有时是很简单的 一念之差 一个小小的想法 小小的调整 你发觉你的世界突然间会变成海阔天空 原先很凄惨 现在突然间觉得 原来不是那么惨 原来也挺幸福的 环境没有变 只是想法变了 在罗马书十二章一到二节 有一段经文 那里是这样说的 所以弟兄姊妹们 既然上帝这样廉恕我们 我劝你们把自己当作活活的祭物 献给上帝 专心侍奉他 蒙他喜悦 这就是你们应该献上的真实敬拜 不要被这世界同化 要让上帝改造你们 更新你们的心思意念 好明察什么是他的旨意 什么是良善 完全可蒙月纳的 所以神是叫我们去更新 我们的心思意念 我们的心思意念是要变的 刚刚说过第一个原因 为什么要变 就是因为当我们变的时候 发觉你下一站会更加的幸福 而第二个原因 为什么我们调整心思意念 那么重要呢 根据这次经文 我们比较了解一件事 就是原来我们的心思意念 就是我们的思维方式 是不成熟的 但是信主之后 圣灵给我们新的生命 全新的想法 而心思意念 也会慢慢的改变 慢慢被更新 所以我们的想法的方式 越来越成熟 越来越全面 是一个成长的过程 所以当我们领受了这个救恩 有一个新的生命 而这个新的生命是需要成长 在成长的过程当中 我们的心思意念 也是其中的一部分 就是神帮助我们 慢慢想法 看法的方式 越来越成熟 越来越全面 所以也换句话说 之前是不全面的 是不成熟的 我们通常想法是想错的 比方说 我们每个人的想法方式 都有一个所谓的思维的误区 一个失误的地方 一个错误的区域 很多人都会犯这样的错 比方说一个最常见的 所谓的思维误区 就是我们往往会将一件事 或者背后的因果关系 会倒转了 每一件事发生 我们都会想到 到底这件事 为什么会这样发生 然后我们就想原因 但是我们会想到 一个因一个果出来 但我们经常是倒转了 其实古今宗爱 一直到今天都是这样 例如说 从古时候的欧洲 古时候的欧洲 有很多年的时间 流行一种医病的方法 就是凡是你有发烧感冒 那些人就觉得 要把那些痴 就是让你很痕的 就放在你身上 就会帮你治病 为什么他们会有这样的想法呢 其实因为 古时候欧洲可能 卫生环境也不太好 加上欧洲人不喜欢洗澡 所以身上 每一个人身上都有些痴 但是他们后来 经过长年的观察 发觉 凡是那些发烧感冒的人 身上就很奇怪 没有痴 所以经过长年的观察 他们就想 应该是 当那些痴 离开一个人的时候 他就发烧感冒了 所以治疗的方法就是什么 就是把那些痴 放在他身上 所以当他发烧感冒的时候 他没有痴 就放在他身上 当然 二十一世纪的人 大家都明白 发烧感冒 和身上有没有痴 其实是一点关系都没有 而且 如果是有关系 因果的关系是相反的 是因为你发烧 那些痴觉得 你这么生气 走 所以就走 就不是因为那些痴走 所以你发烧 所以你明白了 古时候的人的观察 就是把这个因果调转了 那些痴离开你 你就发烧了 其实不是 是因为你发烧的痴离开你 所以我们有时候说 那些古时候的人蠢 今天我们不会那么蠢 但是你知不知道 直到今天 我们很多时候做事 也是把背后的因果关系 其实完全倒转了 就等于很多年前 有一间很大的保险公司 特别是做医保 医疗保险 他们就花钱 花了很多时间 很多专家来做调查 经过这个调查之后 他们就有一个结论 结论是什么呢 就是有些数据 这个数据是这么说的 他说 凡在医院住得越久的人 身体的健康就越差 凡在医院住得越久的人 身体的健康就越差 这个数据 但是他的结论就是 因此医院住得久 就影响健康 这个就是他们的结论 你一看就知道 应该是否因果关系 倒转了 是不是 我不用花钱做研究 都知道这个数据 是不是 就是因为他的身体 没有那么好 他需要转住久一点 这个是肯定的 所以我的看法就是 不是因为他转住得久 身体不好 因为他身体不好 才要转住久 可惜保险公司的解读 不是这样的 他们就觉得 不是因为这个人 经常去医院 所以他经常身体不好 而是因为 我们就觉得他因为身体不好 所以他经常去医院 保险公司就觉得 因为他经常去医院 所以他身体不好 所以他们在想 应该有一帮人 原先是健康的 但一天他们吃饱 没有事做 觉得我们看看医生 就在他们看医生的过程当中 发觉他们自己病了 所以他们就是这样的看法 当然 有很多当时的 一些心理学的大师出来 很多的理论 因为他经常在医院 心理头 觉得自己是病人 病人 所以身体很难好 无论如何 这个观念 被很多普罗大众接受了 于是 就变成一个公共的政策 也影响了医疗界的 美国医疗界的文化 所以今天你去美国看医生 那些医生是很不喜欢你住院 有原因的 除非很严重的手术 如果不是 你快点 开完手术 回家 是因为很多年前 有这样的研究 告诉我们 住院住得久 身体就不好 所以直到今天 直到今天 我们很多公共政策 背后的研究 你拿出来看 你会发觉 我怀疑是 因个关系搞错了 但无论如何 他们说服到政府 大家都接受了 很多时候 我们的因果关系 搞错了 其实就影响我们生活 就比方说 回去买烂菜的问题 是因为我不爱这个家 所以买了烂菜 或是我买了烂菜 而导致他人觉得 我不爱这个家 所以这个因果关系 到底是怎样的 很难说得清楚 Gilto有一个 因果关系的倒转 有时影响我们的信仰生活 也挺深刻的 我自己也倒转了很多年 也是这段经文所说的 罗马书十二章一到二节 这里说的一个因果关系是说 原来是神先爱了我们 所以保罗花祖一到十一章 说了人的罪有多可怕 是不可能自己救自己的 当我们还是罪人的时候 主耶稣基督 都惊意为我们钉死 神的爱就向我们显明 所以到了十二章 他说既然神那么爱你 我就凭着神的慈悲 勸你应该自己献上 我们很多时候 是将那个因果关系 调转了 我们觉得 因为我献上 所以神爱我 最近祈祷多了 所以最近祈祷应该静一点 最近好像祈祷少了 糟了 是否出家会不会撞车 我们都是活在这种因果关系 调转的心理层面 是这样去思考的 但是圣经 将我们这个 倒转了的因果关系 调转了 不是因为你献上 神爱你 是因为神已经这么爱你 你应该 因着回应祂的爱的缘故 将你自己献上 这个是很不同的 这个很不同的动机做事 当你将这个因果关系 调转的时候 你会发觉你的世界 你的信向世界开始改变 你会发觉 很多事情 你从很多恐惧当中 能够釋放出来 很多担忧当中 釋放出来 你不会小小的事情 就开始怀疑 是否神爱我 死的神 是否嫌我最近不乖 你最不乖的时候 神经意为你拼死 为什么你不怕现上 背后的因果关系 一调转就不同了 所以为什么调整自己的心思意念 这么重要呢 因为很多时候 我们的心思意念 是需要被调整的 是需要成长 很多时候 我们想法的思维方式 是不完全的 需要一个成熟的过程 我都希望 作为基督徒 我希望我们开始建立 我们的心思意念层面的生活 是需要进步 因为我不希望基督徒 给人的印象 是你们好像 只是单纯 很单纯地信 就完全不思考问题 完全不懂得想法 不要让人觉得基督徒 是很蠢的 因为我们的神不蠢 我们的神是很聪明 所有一切智慧 智慧的来源 都是来自于神 神也愿意 将他的智慧 伺给所有属于他的耳内 所以我们的心思念 成为基督徒 之后 应该慢慢去 越来越确定我们的心 让我们的思考 能够越来越紧密 越来越全面 越来越成熟 如果不是 很多的社会议题 你无法参与讨论 比如 比方说 现在最重的题目 是同性恋 同性恋 有一个非常复杂的议题 这么多年来 我很少见 基本上见不到 任何一个基督徒 有一个很智慧的谈谈 或者一篇好的文章 能够从头到尾 讲清楚 整件事到底是怎么样 因为这件事太复杂 两方的对话 你知道我认识很多 尤其年轻的基督徒 都挺支持 和性恋合法化 当然老一批 不支持 你知道双方的对话 这几年都是这样对话 不支持的这一批 圣经说和性恋是错的 支持那一批 我都知道圣经说和性恋是错的 不过圣经也说自私是错的 圣经也说骄傲是错的 为什么那些自私自利又骄傲的人 今天可以做执事 为什么你不反对他 然后这边的回应就是 圣经说和性恋是错的 然后那边就说 我知道圣经说和性恋是错的 不过圣经也说其他东西是错的 为什么要针对和性恋 然后这边的回应就是 圣经说和性恋是错的 这么多年来 双方的对话永远都是这样 就好像夫妻吵架 永远是 我发觉完全没有沟通 没有任何一个基督徒 肯出来有智慧地去回答 这些更复杂的问题 但我觉得需要 如果你要说服年轻的一代基督徒 让他看清楚整个议题 需要有人有一个很确定的心 需要理清楚这些很复杂的议题 然后出来有一个好的答案给大家 原来我们应该这样思考这件事 但很少有 我们知道很单纯的 圣经说错 这个议题是 far more complicated 所以我们需要基督徒成长的一部分 就是我们的心思意念 我们需要多一点的基督徒 不单是我们信心要成长 心思意念 你的思维方式 都越来越成熟 越来越全面 以至有一日 我们可以面对这个外邦的文化 我们可以理清一条路 让大家至少知道 跟基督徒聊天 是可以有一些 叫做 intelligent conversation 就是他知道 你不是很蠢蠢的 什么都不懂就乱说 他知道你有想过 而且你的思维 有inspiration给他 所以这个是很重要的 所以这个是 为什么 就是调教自己的意念 有两个很大的障碍 第一个是 罗马书十二章二节 我们刚刚所读的 就是我们这个世界 比我们不同的文化 那些价值观 是影响着我们思考的方向 是影响着我们的想法 所以他说 不要被这世界同化 要让上帝改造你们 更新你们的心思意念 好明察什么是他的旨意 知道什么是两线 完全可无越纳的 被这世界同化 是其中一个 我们要克服的障碍 当我们被世界同化 只是盲目地跟随这个潮流 跟随世界的一些价值 去思考的时候 我们就没有办法 让我们的心思意念被更新 所以这是第一个最大的障碍 当然说到这一点 本身可以有很多 同一个系列来说 因为很多的主题可以说 那就是 用其中两个很简单的例子 第一个就是权威 很多时候我们 都挺麻木相信权威 很多年前 有一个普林斯顿大学 有一个研究室 他听说 好像政府要剪掉他们的价值 听说研究室就不下去了 他们是研究什么呢 研究一些核资源 核能源 于是他的负责人 就开始想办法了 他就收集了很多的研究 材料 就做了一个PPT 一个很漂亮的presentation 到处去政府不同的部门 不同的有钱人 不断地去游说他们说 你要支持我们这个办公室 这个office 这个研究室 因为我们的研究 非常之有重要性 他的研究是怎样呢 最后他得出来的数据 结论是这样的 凡是一个国家的能源 用得越多的国家 人均的寿命就越长 这个就是他得出来的结论 你看到之后 你会觉得 这个基本上又是另一篇废话 你活到六十岁 我活到八十岁 我肯定是用的资源给你多 对不对 但是他的结论是说 资源越多就影响我们长寿 就是他又将背后的因的关系 反过来 资源越发掘得多 资源越多 你就越长寿 我就想不是 应该是越长寿 用的资源自然越多 但是 somehow 他就是这样解释的 就是 我不用花任何的时间 都可以得出一组的数据 就是任何一个国家 只要吃ice cream更多 他的人均的寿命就越长 这个是一定的 对不对 因为你活到六十岁 活到八十岁 我肯定是给你多吃了几个甜筒 对不对 这个是common sense 不过他们背后 就是这样解释 所以最后 就不知为何 他又骗到政府 真的拨款给他们 继续这个研究 为什么很简单 因为权威 他是普林斯顿大陆的教授 他请了很多 很有权威性的人士 去支持他这个study 最后 就拿到这个拨款了 权威很重要的 例如我要convince大家 吃ice cream 是有帮助大家长寿的 那我就去跟这个ice cream 的厂商去研究 你们出资金 支持我找一些权威人士 心理学家 做一些很简单的survey 我只要survey两群人 第一群人 我就问那些 凡是活到超过一百岁的老人家 我问他一个问题 你喜不喜欢吃ice cream 我没有问你吃多不多 有些人很喜欢吃 但是为了健康缘故不吃 我只是问你 你喜不喜欢吃ice cream 大部分的人都喜欢吃的 于是我的研究结果 就是喜欢吃ice cream 都活过一百岁 这是第一个 我的研究结果出来了 第二群人 我就会请一些专家 去做一个survey 去访问那些 是癌症的 就是那些在化疗中的 癌症病人 今次我就不问他 你喜不喜欢吃ice cream 我就问他 你最近有没有吃ice cream 那当然 化疗谁会吃ice cream 当然没有 那我的结论就是 最近没有吃ice cream 都得了癌症 那这个就是结论 不要紧的 因为全世界的人 都将因果关系 倒转的 所以 doesn't matter 只要有权威人士 支持我 做了这个可靠的数据 我就可以发表这个言论 经过多年的发表 可能到时候 普罗大众就会接受 我这个观念 吃ice cream 是有助于长寿 然后将它 变成公共政策 小学开始 就逼小孩 每天八杯ice cream 很多时候 我们在这个世界就是这样 不断相信很多的权威 也都没有思考过 背后的研究 是不是又是很简单的 因果关系 倒转呢 很多时候我们就 盲目的相信 也都盲目相信 媒体 刚刚那些手法 就是媒体玩的手法 我还记得 许冠文 以前的明星 许冠文曾经说过 有个记者的朋友 打电话给他 你肯定跟我做个访问 他说只要你肯定 做这个访问 无论我问你什么问题 你怎么回答 明天这份报纸 都会带上 这份的杂志 他说无论你怎么回答 你都会死 因为是朋友 接着许冠文问他 他说不信你试一下 我问你一个问题 你无论你怎么回答 明天这份报纸 都会带上 我问你一个问题 就是说 你到底有没有非礼 你家里的费用 这个问题 他说我当然没有 好 明天的标题 就是许冠文 否认非礼 你家里的费用 那报纸就带上 是不是 媒体 不是中立的 我想你明白 你看到他的新闻 没有一个电台 是中立的 他们有他们的立场 有些问题 无论你怎么回答 他可以写得你很好 也写得你很坏 有一次我看一份报纸 那个牧师 他超市买东西 买一包牛肉 忘记付钱 他就写得很坏 但刚好 那份报纸写的主角 是我认识的 我访问过这个牧师 我知道他为人 所以我知道他没有可能 这样贪小便 为了这些牛肉 就不给钱 但是文章就写得很坏 你知道 所以那次让我知道 媒体写的东西 原来我需要去过累 不要直接相信 当我们盲目相信权威 盲目相信媒体的时候 我们被这世界同化 你的心思意念 就不会有一些所谓 critical thinking 你也不会成长 不会成熟 所以求神帮助我们 去克服这个障碍 第二个障碍 不单是世界 是我们自己也出了问题 就是罗马书7章22 24节那里说 我的内心原来 是喜欢上帝的法则 我身体却受 另外一个法则的驱使 这法则 跟我内心所喜爱的 法则交战 使我不能脱离 绑住我的罪的法则 这法则在我身体里面 去作中我真苦 谁能救我脱离 这使我死亡的身体呢 所以你知道 即使我们信主之后 我们其实 旧的生命仍然在 有时不断影响 我们有些很负面的想法 很错误的想法 不知道你有没有试过 有时你心里 不知道为什么 有些很邪恶的意念会出现 就是你自己都下镜 甚至在祈祷的时候 有些疲惡的思想會出來 我們控制不了 但我們可以控制的就是 不讓這些思想在我們的腦中 去生根、去發芽 最後開花結果 我們可以不去想它 閃過就有得它閃過 當然Rick Warren的版本就是 我們不可以阻止 那些雀鳥在我們頭上飛過 但我們可以阻止那些雀鳥在我們頭上大便 所以我們就可以用這個方式 有時我們是沒有可能成長到一個地步 你覺得我是沒有了這些思想 是有的 它會不斷出現 甚至乎是你都不覺得會有出現的時候 它就會出現 但我們可以的就是 去訓練我們自己 不去往這個方向繼續想下去 我們訓練自己立刻會轉個彎 然後朝靈的方向繼續去思考 繼續訓練我們的心 讓我們的心靈繼續更生 第三 最後的結論就是 我們要調教我們自己的意念 一些方法 有三個方面跟大家分享 第一個就是 讓我們的心思念調教得更好 第一個方法就是 我們要多讓自己去思想真理 因為我們的心思念就像一塊土地一樣 你要思肥 讓真理成為這塊土地的肥料 慢慢你就會開花結果 思想會更加正面 所以在《提摩太后書》的二章七節說 你要思想我所說的話 因為主必定使你能夠領悟一切的事 所以思想真的很重要 所以我也鼓勵基督徒讀經的時候 不要只是從頭讀完就算了 也讀完之後應該有一段時間 但是進入另一種層面的讀經 就是每個星期選一個細段 甚至有時一個星期只讀一句話 每一天花15分鐘去思考那句話 當你慢慢想的時候 你求神說 讓我看得出這句話 到底對我有甚麼啟示的時候 神會向你說話 神會藉著聖靈帶你進入真理 你就會慢慢領悟世上很多事情 所以透過真理來思考 是幫助我們去深思念改變一種方式 而第二個方式就是 我們要多思想一些永恆的事情 一些永恆的事情 《高羅西書》三章二節說 你們要思念上面的事 即是天國的永恆的事 就不要只是思念地上的事 我們花很多時間不斷思念地上的事 短短幾十年不斷去煩惱 不斷去擔憂 但是當我們懂得從永恆的角度去思考 你的人生會不一樣 我們星期三晚有個尋真飯局 就是一群人一起吃飯 跟著談一個題目 跟真理有關的 上星期剛好我們就談到一個議題 就是這個永恆 我們那一台在聊天的時候 就談到很多人說有些的憑死經驗 就是他死過回生 突然間好像又去過天堂 有些人又開始寫書 Heaven is for real 將他的見證寫出來 你發覺凡是這些 有過死過回生的經歷的人 就是有個稍為償過天國滋味的人 都有一個看法 就是回到來 我們的結論就是 那些人都覺得死比不死的 那些人的看法就是這樣 死比不死 因為他們真的去過那個地方 他們知道有多美、有多舒服 所以他們回來的時候 都很不情願的 只不過神覺得你事後未到 都可以回去繼續做事 保羅也是這樣的看法 保羅在他寶羅書信裡面都說 如果可以離世與基督同在 好得無比 所以他都很兩難 到底死還是不死好呢 他覺得死比不死好 但是如果不死 唯有一個好處 就是繼續建立教會 你知道凡是有過 這些死過回生的經歷的人 他們都少了那種亂世的情懷 因為他們知道那個地方實在太好 我不想回來 但是神覺得時候未到 仍然要留你在這裡 我只是想快速做完神要我做的事 你快點接我去那邊 因為那邊實在太美了 保羅也有這樣的經歷 保羅說我也有上過三重天的經歷 因此我相信他知道天堂有多美 他也說離世與基督同在好得無比 但是暫時在世都有少少的好處 完成神的使命 所以當你從死比不死 這個角度去思考人生 是很不同的 大部分人都覺得不死比死的 所以我們擔心我們的健康 花很多時間擔憂 如何活長一點 養生 如果活得太長 我脫口金夠不夠用 擔心很多這樣的事情 但如果你的思考的角度是 原來死就會更好 死比不死 既然神都覺得我現在未死得住 到底短暫的一生如何過呢 是一個很不同的思考方式 這個思考的模式一轉變 你會發現你前面的計劃會做一些調整 你的先後次序也會做一些調整 因為這是不同的想法 所以聖經也提醒我們 不要只想地上的事 多想一些永恆的事 讓你的心思意念就開始被更新 最後結論 最重要一點 多想一些神的愛 不要只想一些神的愛 多思想神的愛 因為時間的緣故 因為時間的緣故 這段經文 讓你們自己回去讀 這段經文是說神如何愛我們 是說神既然愛我們 沒有人可以隔絕我們和基督的愛 Tony Robin 是一個很有名的 Inspirational Speaker 在他人生當中很多精彩的演講 其中一篇最精彩的 是他很早年的時候 說到他的早年 小時候家裡很窮 有一年的感恩節 他們窮到基本上 飯都沒得吃 就不要說什麼火雞 飯都開不了 沒得開 因為那段時間 他爸爸又失業 跟媽媽經常吵架 他是做大哥 有個弟弟妹 他就要顧著弟妹 那個感恩節發生了一件事 他說有個陌生人 就拿著一大箱的食物 有火雞 很豐盛的食物 救他們吃三天 很豐盛的大餐 就來到他家敲門 就把這些食物送給他們家 那件事就影響了他們全家兩個人 第一個影響了他爸爸 他爸爸在這件事上 就有一個看法 他爸爸見到一個陌生人 送火雞來他的家 他爸爸就想了 我作為一家之主 連這個家 我都養不活 還要一個陌生人 來去施捨給我 他說我實在受不起 這種自尊的打擊 他是這樣想這件事的 所以他爸爸最後做了一個決定 就是離棄了這個家 從此過著流浪 不斷去喝酒 醉酒的生活 最後他爸爸很孤獨地死去 但是Tony Robin那時候很小 他說這件事他是這樣想的 他就想陌生人 不認識的人都願意愛我們 可見這個世上有愛 可見神愛我 所以他說當我長大 我要活在這個愛的當中 有一天當我有錢的時候 我都要做這個去分享愛的人 他是這樣想的 所以最後因為他有這樣的想法 他心裏就覺得很溫暖 他很有動力 所以到了他17歲的時候 稍微有些錢 他在感恩節就開始買了兩大箱的食物 送給兩家不同的人 接著再過了一年的感恩節 他送了四家 到他送到十家的時候 他就覺得需要請同學來幫忙 請同學來幫忙 送到很多家 最後後來他成為很成功 開了自己公司和自己基金 到現在他的基金 每一年超過十個國家 每一年的感恩節 是超過十個國家 派了這些感恩節的火雞 這些食物是超過一百萬份 每一年 一個很簡單的事件 同一件事 發生在兩個不同的人身上 因為這兩個人 對同一件事有不同的解讀 一個是朝著沒有愛的方向去想的 這個世上哪有愛的 神都不愛我 我搞到今天這樣 還要陌生人來施捨 我多淒涼 我頂不住這樣的想法 因此他放棄了人生 下一站等待他的就是一個悲劇 同樣一件事 亦都可以朝愛的方向去想的 神愛我 這樣就來了 你心裡會覺得溫暖 有動力正面 下一站等待你的 也一定是幸福 最後結束的時候 我想回到那包爛的菜 是的 買了一包爛的菜 你有兩個不同的想法可以考慮 第一 他不愛這個家 因此你買菜 那麼不小心 買了一包爛的菜回來 但同時 你也可以考慮 他這麼辛苦上班 都願意幫我買一包菜回來 何況不是愛的表現呢 任何一件事都會有兩個方向去想的 這是你的選擇 如果你選擇是朝沒有愛的方向去想 下一站你會很悲慘 但如果你是朝愛的方向去想 下一站你會有幸福 一起祈禱 祈禱在天上有福 我們多謝你 因為 你幫助我們 調整我們 更新我們的心思意念 讓我們下一站 是活得更加的幸福 也都幫助我們在座的 每一位弟兄姊妹 讓我們順著 我們新的生命的成長 我們的心思意念 是不斷去更新變化 以至於有一天 我們是完全明白 你在我們身上的計劃 你的那些 那麼良善美好的子儀 幫助我們 當我們有時想錯事的時候 主要幫助我們 回到你那裡 回到聖經 重新想過 想一個正確的方向 讓我們下一站 走得更加的幸福 我們今天祈禱 奉主耶穌基督明求 Amen